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目前我們的目標是朝向 就是把工程跟設計 把它完全分開獨立出來 因為台灣的民俗習慣 其實比較大部分的業主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業主 會把這個案子當作是一個turnkey 就是設計跟施工是combine在一起的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其實會有蠻多的盲連產生 那像以歐美國家來講的話 其實他們的設計跟他們的施工 其實是獨立分開量的 設計師發揮他的專長 就是只做設計 提供設計圖 那施工廠商就是 鑽研在他們的工法上面 其實這樣子的話 會讓這個案子的完成度更夠 然後這樣子的話 室內設計師如果還要到現場去看工地的話 其實他的頭腦裡面 其實有時候就會蠻極端的 就是他有時候會很正常 因為你去一個很喘鬧的環境玩 回來玩 你要輕家心來 再進入狀況再去做設計 其實蠻困難的 所以國外的室內設計公司 他們不做工程 可是台灣的室內設計公司 每一個都做工程 那以比如說我們公司 我們現在是 我們是把我們的工程公司 跟設計公司其實是分開的 然後設計師他不用去現場跑工地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幾年來實驗下來的結果 是這樣子的話 他們的設計會比較出色 然後現場的問題也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你叫室內設計師 跑去現場當監工的話 他也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反而在工程品質的掌握的話 沒有辦法到很缺切 我想每一個室內設計師 其實最後終究還是希望 設計跟工程能夠分開 那這樣子的話 工程的人員能夠發揮他們所長 他們就Focus 他們自己本身的工程管理就好 那室內設計師 就是把他們的圖畫好就好 因為你把這兩個混在一起的話 的問題點很多就是 通常現場的師傅的圖 永遠都不是很齊全 因為為什麼 因為設計師都在現場 所以他還沒有時間去畫圖 然後工程所產生很多的問題 因為本身室內設計師 也不是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很多的一些 跟廠商的協調 或一些工法上面 他們經驗不是很夠的時候 而導致後製 後續工程品質上面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到最後其實最吃虧的還是業主 因為他們是到最後使用這個空間的人 到最後結果怎麼樣 他們必須概括承受 所以設計跟時工分開 可能是未來五年 或者是十年以內 應該就會完成的 這是必須 這應該是一個進化石 目前為止 大家會在一起 抗爭 立刻 我們是先到最後的 水滴 可以 我們再次看到 全部湊 水滴